好另外我们来关心这个是立委的选情了 这个台北市港湖区 民进党的高嘉瑜 现在看起来真的很危险啊 不只党内党外全部矛头都指向他 这个时候也不得不提一件事 这让这个民众有些吞不下去的事情 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然后大家都没有疫苗可以打 甚至有人光抢那个残疾 每天就在那边等等等等 但这个时候却传出高嘉瑜的前男友 林秉书透过高嘉瑜 向台北市的卫生局去索取疫苗 然后呢再透过这个核心集团 核心集团这个医院 这营运长林思宏 其他现在关系也是缠身了 2021年6月4号跟8号 就安排了有42个人去施打疫苗 那个时候是我们大家都打不到疫苗的时候 那打的人有哪些呢 包括了有媒体人陈宁关 还有外交部的次长李纯 但是他驳斥了 还有前教育部长吴清基 还有段仪康的女儿也打了 另外还有就是现在民进党中常委 严小金的爸爸妈妈 也就是前民进党立委严文章跟他的太太 这些人都在这个核心集团的安排底下 就打到了疫苗呢 是不是不公平呢 为什么我们打不到呢 是因为怎样我们跟高嘉瑜不好是不是 好来这高嘉瑜就说了 没有啦是核心打电话来 这时候他就说是核心打电话给他说 我们有希望能争取疫苗 那我只是跟卫生局转达诊所成情的需求 那当然核心就说 接种对象都是符合规定的 核心跟高嘉瑜不认识 所以不是关说 高嘉瑜说是你核心打电话来要疫苗 但核心说我不认识高嘉瑜 所以电话是打给谁去了 不知道 来这个游时会就说了 他说 这就是一场活生生 拿刀叉吃人肉的金拳游戏 林秉书口口声声 没有对价 没有说飞 你相信吗 安排政商名流 特权施打疫苗 难道是公益吗 还是他着眼的是更深层的 与水互帮的政商关系 而这中间高嘉瑜扮演的是最重要的角色 关说施压 调到疫苗 然后又对大众说谎 这起仲介特权疫苗的案子 他到底是共犯还是帮凶呢 这中间有没有利益分赃的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 我看大概真的是可能真的要 这个有个特征组来查一下 因为毕竟在这么多人都打不到疫苗的时候 政商名流就打得到疫苗了 但是呢 针对游时会的指控 高嘉瑜是否认的 他说他纯粹是做选民服务 那他就回向游时会 现在只是为了要选举 拨版面 我也看过市府没有公布的正风调查报告 里面的对话记录写得非常清楚 第一个就是高嘉瑜当时去跟卫生局接触 要这个疫苗 而且还多次索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当时高嘉瑜说 这是为了妇幼 但是结果我们发现说这里面确实是有这个仲介政商名流的这个状况 这一些好处高嘉瑜没有享受到吗 然后为了自己的失利而去官说这个疫苗 从市议员到立委他不断的在干这样的事情 核心的林诗宏跟高嘉瑜都喊冤说哎呀这只是单纯帮富佑成情 然后高嘉瑜只是单纯接到选民服务 我觉得官说跟选服务绝对存在了一条界线 身为民意代表不要滥用选民服务这四个字 当时核心跟我联络的时候提到的就是说核心在我们内湖民权的诊所 基于医护跟产妇的需求 现在我们能够帮忙说让医护跟产妇能够在诊所里面来施打疫苗 那我们把这样子的需求如实的转达给卫生局 那过程中也完全没有施压 在这个事件里面我是完全清清白白 只是单纯的选民服务 我不知道游艺员有比检察官还要大吗 如果检察官都已经调查 而且非常的明确的牵截 也认为我的部分就是单纯的选民服务 就这个部分而言我只能说无望之灾 好 高嘉瑜说是因为有些产妇需要疫苗 但你看这些打的人哪一个是产妇 我真的不知道啦 但是还有一个议题就是跟这个AIT有关 因为AIT现在就是在台北的内湖 那内湖刚好就是这个高嘉瑜的选区嘛 那这个内湖的AIT现在想要扩建 他想把旁边的那块土地 本来可能是要做这个内湖高中的 这个金湖分校的一个土地 说我们也要这个希望租下来 把我们的这个AIT扩建起来 那针对这件事情当然很多人是觉得说这个很不满意的嘛 觉得说AIT是你有需要这么大 盖个比白宫还要大的这个AIT在台北吗 重点是你要跟我们建交吗 你要保护我们吗不知道 那这个连无心带我觉得高嘉瑜现在真的很 这是他现在叫四面楚歌 党内也没人挺他 国民党矛起来K他 还有就是无心带 现在无心带也要选嘛 就是跟他在内湖决定要跟他玩到底了 无心带就说了 高嘉瑜说AIT没有敦清牧林 但是如果是内湖人 为了内湖人为了台湾人好 你应该要提出资料客观的讨论 而不是去鼓吹这个以美论 以美论因为是赖公德提出的嘛 那高嘉瑜本来跟赖公德就很好 所以当然无心带就会拿这一点去戳这个高嘉瑜说 不是啊你如果真的是为内湖人好的话 我们要客观讨论 你不要一直就是讲这个以美论这件事情嘛 那针对其实AIT这个问题 昨天这个时事评论员谢寒斌呢 也在大新闻大报卦上面也讲了 他说当天其实有开这个协调会 但在开协调会的时候呢 AIT的官员像贼一样 躲在这个门后面 躲在门后面听 也没有坐下来谈 是怎样 为什么没有办法光明正大坐下来谈 到底中间有什么问题啊 AIT自己都搞得自己像个贼一样 那天开个座谈会 他派两个人躲在那边偷看 然后偷看被油淑会发现 油淑会请进来坐啊 他不敢进来溜了 你看AIT雇了一群贼 就这样子啊 这就是美国人的做法 如果美国人光明正大 如果他觉得我理直气壮 这块地我本来就要来要的 我来跟你们谈 有什么条件大家来谈 那请问一下为什么要当贼 我合理的怀疑啦 当然也许 我觉得各方讲的可能都对 也就是可能真的有一部分 香港那边的人要牵过来 那另外一部分干什么 撤侨也要做准备啊 那甚至那个地方可能会拖进直升机停机瓶啊 有可能 因为他可能是复合式使用 平常可能变成运动空间啊 然后到了暂时就变直升机停机瓶 然后最后让他们能够快速转移啊 我想以AIT做这样的规划是合理的 问题是问题来了 问题是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么多优惠 因为你美国人卖我武器 并没有卖我比较便宜 你卖我还比较贵 而且更可恶的就是 你拿了我的钱还不给我东西 他说他现在没有原料啊 怎么可能没有原料你唬谁啦 是因为我跟你讲 因为你就是不愿意做 你就是慢慢来嘛 一切不急嘛 慢慢弄嘛 反正拖了越久 我跟你讲 到最后时间拖久了之后 他会告诉你要再补钱 因为现在原物料价钱上涨 因为我们现在工资提高了 所以继续补钱 我们每一次都这样 乖乖被美国A啊 然后我们一副被AIT很高兴的样子 反正是美国爸爸 儿子孝顺他也是应该的 塞点红包给他也是应该的 是这样吗 我们台湾人这么贱吗